現在我們要請醫生醫師 我們非常喜歡他的醫院 前天在台灣的開會回來 所以我們馬上準備給我們的醫院 我告訴你跟大家見面 那我這次主要是到牛羊開美國學科醫學會 開了幾天學會 回到西亞圖來 然後我本來是要 因為我兒子是在念華書 那我本來回來的話 本來想是說要跟我太太去看一下 可是我們很緊張 因為我跟我太太也才回美國幾天 我們怕時差 然後聽說那一段路不好開 因為我們兩個很緊張 後來我兒子就講說 他這個禮拜會回來 禮拜好會回來 所以我們兩個就沒去了 閒話少講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個題目 是我9月在北京開的一個記者會的全部內容 那開那個記者會是跟北京所有的記者演講的內容 那大家還記得說 我上次五月的時候 有來跟大家講過一個題目叫做低頭主眼症 還記不記得 上次有沒有人有來聽過 有喔 那就是我上次來講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第一句話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個低頭主眼正是我們一個新的名詞 那我把它寫下來以後呢 第一個發表的就是在我們ASGM 那其實我發表完了以後呢 我回台灣去講 那講了以後呢就是 迴響非常大 那那篇文章就一直被引用 那不只就是電視啊 那個報章雜誌引用 而且呢被很多眼科醫師拿去引用 那我想大家現在你如果有看到一個網路上的消息 那個網路上的消息是說 你晚上睡覺滑手機不好 有沒有人陸續收到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就是ASGM出來的 就是五月的時候出來的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迴響那麼大 那所以說現在連我自己都收到 收到好幾次就說 那個晚上睡覺的時候不要滑手機 那為什麼不要滑手機 那就是因為現在呢就是我們 這個有了電視有了電腦 那現在呢又有這個手機以後呢 那這個手機呢 從一般的手機變成智慧型手機 所以說你現在手機分成兩種 這是我們柯里小姐跟我講的 就是說手機分兩種 一個叫做智慧型手機 一個叫做智障型手機 智障型手機 就是真的拿來當手機的 那智慧型手機的話就說 不是 你除了手機的功能以外呢 還有別的功能的 那有了這些新的功能以後呢 讓我們眼睛呢 事實上面受到這個光線的這個照射呢 就越來越厲害 所以說就會有很多新的病產生 那現在呢其實很多公司都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日本公司他們就是在今年開始研發了一個 就是低藍光的手機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那台灣呢就是在9月的時候發表了一款 就是低藍光的螢幕 那這個低藍光螢幕呢 就推廣到大陸去 那我就代表他們就是到大陸去跟他們講說 我沒有 我不是讓他們代言 我只是說 幫他們就是說講說 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 陸續這個東西一直在大家要重視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除了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低藍光的面板 就是BenQ他們公司 台灣的BenQ公司他們很重視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現在鴻海 鴻海也開始在注意這個問題了 我從上個月呢就是也是有一次機會呢 在鴻海他的這個 郭台銘他的一個私人的叫做永寧基金會 那也是跟他們有接觸 那他們呢也是說想要說在這一方面呢 就是面板啊手機方面研發的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護眼方面的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這一兩年的這段時間呢 因為智慧型手機 因為智慧型手機從今年1月開始 他的銷量已經超過50% 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從今年開始 大家拿手機的呢 兩個人會有一個人會智慧型手機了 因為他的銷量已經超過智障型手機 所以以後就慢慢的兩三年之後 就沒有所謂的智慧型手機了 就變什麼 就變一般型手機了 因為每個人的手機都是智慧型手機了 那就不叫智慧型了 那你有這個手機以後 其實呢很多事情你要回頭再想一想 想到什麼呢 想到就是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講這個屏幕 好了這個就是我在 這10月 就是說剛 等於是上個月 我在大陸北京 低藍光技術研討會裡面演講的一個內容 那這是BenQ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低藍光的一個一個一個那個 你可以看到說它現在就是說 它的這個面板呢 就是把它 你可以有五個選擇 就是Standard Mode Multimedia的 Web Serpent的 Office 或者說你要Reading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 會這個不同的選擇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整個面板呢 它的這個藍光 它的這個這個這個比例呢 趴數就會改變 你在Reading的時候 你在閱讀的時候呢 不需要那麼多藍光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可以把藍光的 趴數把它掃70%下來 它現在已經有五個面板 它這個比例是全球 全球首發啦 所以說 陸續呢 就會有很多公司呢 就會跟著就這樣做 那各位 什麼叫藍光 什麼叫藍光 藍色的光嘛 對不對 什麼叫藍光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UV 紫外光 這個紅外光 對不對 那這是它的波長 那就說 400到700的這個波長的這一塊呢 我們就管它叫做可見光 你可以看到可見光 就在這個地方 波長是400到700 可見光是什麼呢 就是人眼可以看得見的光 那你說我沒有看見啊 對 你沒有看見 因為紅塵黃綠藍定子 通通混在一起了 所以你沒有看見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彩虹有沒有 你把那個可見光把它分開的話 你就可以分到七彩 就是這個意思 那平常你是混在一起的 可是你在平常混在一起的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 紅光呢 它波長是700 它波長跟頻率成反比 所以說呢 波長越高呢 頻率越低 那頻率又跟能量很成正比 也就是說波長越長 頻率越低 頻率越低 能量就越低 所以這一塊能量很低 那我們可見光呢 從紅塵黃綠藍定子呢 到了這個子這個地方呢 它的波長是400 波長越短呢 頻率就越高 頻率越高 能量就越高 能量越高的話 它的這個能量就接近紫外光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紫外光最傷人對不對 你出門你就是要防什麼 要防紫外光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你出門 你一定會記得要防紫外光 那你皮膚會給它做保護 可是你就有一個地方忘掉 眼睛也要保護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藍光是能量最高的可見光 我們把藍、定、紫呢 這三個光呢 我們把它湊起來呢 我們就統稱叫做藍光 它是一個能量最高的可見光 它是接近紫外光 那各位 藍光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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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藍光就是看起來漂亮 你真正來講 你可見光裡面 大概60%的可見光是藍光 那它呢 讓我們看見這個萬紫千鴻的花花世界 也讓我們心情愉悅 所以說藍光是可見光的一環 那你可見光 這讓我們看見東西的光 所以藍光是什麼 是好光 你千萬不要誤會說藍光是不好的光 藍光是好光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都講說藍光不好 藍光不好 就是藍光怎麼樣呢 它太靠近紫外光 靠近紫外光 它的能量就會很高 能量很高的時候呢 你如果去overuse overuse 對嗎 就好像說你吃藥 藥就是我們平常中醫就講 藥就是毒 毒就是藥 那什麼時候是藥 它的劑量合適人體的就叫藥 那你overdose 你dose太高 你就叫毒 我們藍光也是一樣 藍光是好光 但是我們現在怎麼樣 電腦電視手機 一直用到最後面呢 你就會能量太高 那能量太高呢 你那個藍光用久了 你就變成不好的光 你看 這是香港 你看那個光那麼強 現在已經有個名字叫光污染 叫做light pollution 叫light pollution 已經有light pollution 就是說你已經是白天晚上就應該把燈都關掉了 晚上誰在關燈 對不對 燈都還是那麼亮 所以說也就是說 過度藍光的照射 其實才不好的 那你應該暗的時候不暗 那應該亮的時候你又過亮 到最後面的話 光線太強了 到最後面的話怎麼樣 我們就想到說 光線裡面可能 藍光是能量最高的 那可能就是它的照射率 過亮 那就是不好 那所以說你現在既然講了 我們說藍光是可見光的一種 那藍光能量又最高 那這個時候呢 你overuse以後呢 你就對不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就說 你知道戶外呢 就要戴太陽眼鏡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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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門有戴太陽眼鏡的舉手 一定要戴喔 一定要戴喔 一定要戴 出門診一定要戴 這個 這個藍光後來對傷眼鏡 都是老美病人最多 老美他就是 像美國的統計 我們每次來美國 演歌開醫學會 老美就是在講這個病 一直在講這個病 因為老美他 他瞎掉的第一名的原因就是這個病 那我們亞洲人 我們大概在20年之後 有鋪上他的後者 他們說 啊 20年之後啊 我沒有關係 不是 20年之後 就是因為你現在沒注意 20年之後才會 才會照樣 這個病是慢性病 那你是不是這樣戶外戴太陽眼鏡就好了 戴太陽眼鏡就好了 那沒事啦 那你還要花一個鐘頭講這個 不用了啦 其實怎麼樣各位 你的室內的 LED的光 你的電視 你的電腦 還有呢 手機 你的車子裡面 每個人都在看 每個人都在看 錯 我們是城市人 我們的藍光的吸收都來自室內 在美國我不知道 我覺得在台灣很嚴重啦 大家在室外很少 你知道嗎 大家幾乎都在室內 你95%的時間都在室內 對不對 那有的時候我甚至於說 我 有的時候我住在醫院裡面 我們有時候兩天沒有離開醫院 都在這個大建築裡面 那睡就睡在值班室 所以有的時候外面 光風下雨我都不知道 那一出去你就坐車子 對不對 然後呢 要不然的話就是坐公公車 要不然就坐捷運 都在室內 也就是說我們都市人 人光的吸收都來自室內 那這個就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等一下一定會問我一個問題 叫做 我是不是只要戴那個 全視線的眼鏡就好了 對不對 你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現在有沒有人戴全視線的眼鏡 哇 什麼叫全視線 全視線就是變色 就是說你到戶外 欸變很深 在室內 欸又回來了 你覺得這個 我現在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全視線 我是不是只要戴全視線就好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就是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你在戶外的時間太短 你都在戶內 對不對 你全視線的話 你都外面碰到紫外光牆 它就 顏色就變了 那所以說 在室內 當然你如果說出去 出去這個海邊 到山 到山上去 或者說到 去垂吊 到海邊去打排球 游泳 那當然全視線是可以 就是說你戶外的時間很長 你就在全視線 可是你平常在城市裡面的話 可能不太夠 因為你都在室內 那室內怎麼辦 後面會跟你講 那眼睛怎麼樣防止藍光的傷害 你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說欸 你這樣講了 那我怎麼樣有防止藍光的傷害 各位 你藍光進來的時候 你藍光進來的時候 它會碰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水晶體 水晶體呢 它是蛋白質 那藍光我們剛剛跟他講 就是能量比較高嘛 對不對 那麼呢 它蛋白質就會把這個藍光吸收掉 那吸收掉呢 欸 它就比較不會到眼睛裡面去了 那另外呢 就是藍光呢 除了水晶體吸收一部分以外 到了黃斑部 那黃斑部呢 有葉黃素 能夠綜合藍光 那大家為什麼知道說 葉黃素會綜合藍光 為什麼 黃跟藍 對對對 黃跟藍互補 你把黃色跟藍色把它和在一起 它就變白色 白色的話就怎樣 能量就變低了 能量就變低了 能量就變低 就黃藍會互補 黃跟藍會互補 所以你眼睛的話怎麼樣 哇很棒欸 我們的眼睛是 怎麼樣防止這個藍光的傷害 有兩個 兩個嘛 一個就是水晶體 一個就是黃斑部的葉黃素 那你說啊 那時候結束了 那今天就不用講了 那就水晶體就結束了 對不對 有水 有這兩個 那我們真的是 老天爺對我們很好 我們有兩個來防止藍光的傷害 可是你如果過度藍光的傷害 你的水晶體怎麼樣 你的水晶體是蛋白質 蛋白質 各位 你在家裡煮蛋的時候 你在家裡煮蛋的時候 什麼 蛋殼這個丟掉 它這個要煮的時候 你是注意到說中間蛋黃 然後旁邊蛋白就是透明的 對不對 然後你給它煮一煮 就算只有一點點熱而已 它後來那個透明的東西 是不是就變白色 對 變成白色 本來是透明的 你那個蛋白質就慢慢變白色 白色怎麼樣 人眼睛也是一樣啊 你有蛋白質啊 你光線一照的話 蛋白質變性就變成什麼 白內臟 對 白內臟由來就是這樣子 這蛋白質變性了 你就吸收光線 你後來就變白內臟 好了 那你就再繼續射下去的話 射到裡面去的以後怎麼樣呢 到了射到黃斑鋪的話怎麼樣 你如果這個地方你的黃斑鋪呢 你的葉黃素不夠 哇糟糕啦 你黃色不足以抵抗藍光 怎麼樣 你把你兩個中和以後怎麼樣呢 你還有一大堆的藍光 藍光繼續射 那就是你的葉黃素不夠 那你說我葉黃素怎麼會不夠 然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現在有四個新的話題 最後幾張slide我會跟大家講 有一些新的東西要跟大家說 那所以說怎麼樣 後來你 over這個blue light以後 你就會造成白內臟 還有黃斑鋪病變 那你這個黃斑鋪呢 因為正對著瞳孔 所以說呢 你這個地方有病變的話 那這個地方 這個黃斑鋪呢 有了病變以後呢 你的視力就會做到很大的影響 好你看 年紀大叫 你看好黏性白內臟 真的白色的 那白內臟呢 這個名字是我們老中醫發明的 就是說他說 這個叫內臟 看不見 這叫內臟 內面裡面有障礙 不明所以 但是因為看起來是白色的 所以就這種白內臟 以前的名字就是這樣過來的 那大部分呢 都是年紀大的人 所以取比較白內 老年系白內臟 但是現在呢 有所謂的狼害白內臟 你看到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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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的 淡淡的這種的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蛋白質啊 這個被熱了以後呢 有稍微有一點點變白 那你說這才一點點 喔這個影響很大 通常 通常這樣的影響的話 就是說 你本來都是在工作的年齡 然後呢 有了這個白內臟以後呢 感覺一個眼睛就會比較暗 就會比較暗 那你的視力的品質會受到影響 好啦 那白內臟有什麼感覺 你說有白內臟啊 那白內臟有什麼感覺 你看喔 我們講說下樓梯 你看 下樓梯 正常呢 走樓梯的話是這個樣子 那 你看這個樓梯 你樓梯都看得到 但是你的對比的敏感度就變差了 所以說 你有白內臟的話 走樓梯就要很小心 對不對 你如果到醫院裡面 去給他驗光的話 或許還是1.0 還是1.0 這個是1.0 這個也是1.0 可是呢 這個的孔子 差很多 有的時候走樓梯會跌倒 那晚上的時候 台內臟晚上的時候什麼 喔 那就整個都按掉了 你正常的 晚上的時候 這個就已經不太清楚 那這個的話就會更糟糕 那所以說 老人家呢 有的時候就會怎麼樣 就會 就會 不想出去 那不只不想出去 而且會怎麼樣 就是 大家不會覺得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說 像吃早餐 你的東西呢 你的東西看起來 對比敏感度很差的話 有的時候 引不起食慾 就是不太想吃 就是說 因為有白內臟擋在那個地方 你會覺得說 他的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 你要講說吃東西就是色香味 對不對 色香味三個 然後呢 你還要看起來 就是這個 這個色呢 就是很鮮豔 所以吃起來你還覺得好吃嗎 那你這個樣子的話 不會引起你的這個食慾 好了 那除了白內臟以外 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有黃斑布必變 對不對 那黃斑布在哪裡呢 黃斑布就是在 這個就是黃斑布 那黃斑布的話 就是你光線瞳孔 光線照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葉黃素不夠的話 那就糟糕了 那怎麼講說糟糕 你看看啊 這是這是手 我們手握 握著一個筆的話 握久了以後會怎麼樣 變大 這個地方會長一個結結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我的手 我自己 我自己可以摸得到 這個地方會鼓起來 有沒有 也長一個結結 你說慢性刺激 那你想想看啊 那你的眼睛的裡面的話 它光線一直射這邊 瞳孔進去的光線一直射這邊 你慢性刺激以後怎麼樣 這個地方呢 也會產生結結 我們就管它叫做隱結 隱結就是乾性的黃斑布病變 那久了以後它破掉了 出血就變濕性的黃斑布病變 那因為 就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這個地方剛好正對著瞳孔 所以說呢 你瞳孔的光線繼續都適到這邊來 你中心勢力都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呢 只要一有出血就糟糕了 你想看什麼就看不到什麼 就會有什麼感覺呢 就會造成怎樣 黃斑布的出血 你看到這樣一塊的出血 那 會這樣子 就會這樣子 就會造成這樣子 就是不知幾萬怎麼混 那怎樣呢 就是說你就想要知道幾萬 結果就是幾萬看不到 就是 不想看的地方看得到 想看的地方就是看不到 這個就是黃斑布病變的特色 它的勢力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病患想看什麼就看不到什麼 那你會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你講起來好像很嚴重 那這樣的話別人會這樣子吧 那我應該不會 那我是會嗎 我到底會不會過度燃光的照射 你看看 我們20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叫電腦視覺症候群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聽過嗎 Compute Vision Syndrome CVS 20世紀 那我們現在進入21世紀 有一個名詞 就是我們今年5月的時候 講的一個新的名字 叫B頭組眼症 這是我們自己把它寫出來的 Smartphone Eye Syndrome 叫做SPEX 那這是CVS 所以我們上次 這個slide 我們上次在5月的時候 有秀給大家看過 這個變成就是說 21世紀有一個新的視力問題 那我們在20世紀的時候 看到的電腦視覺症候群 你會感覺到眼球瘴痛 眼壓高 就是你在看電腦 看久了以後 會眼球瘴痛會眼壓高 但是T頭組眼色不一樣 21世紀不一樣 他這個 他這個隨時拿著 現在就是說已經很嚴重了 已經嚴重到 什麼嚴重到什麼地步呢 嚴重到就是說 我在牛涼 我在住那個 住那個hotel的時候 那五星級的hotel 結果就看到說 看到那個 就是來 這個room 那個 就換那個房間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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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推在那個 推到你的門口 然後呢 他看到你好像門還沒開 沒有門沒有關 不過我是路過啦 那我就看到他在別間 他就壓在那個 壓在那個 那個 船單上面 然後就在那邊看 你知道嗎 就是在等人家 等人家的那個 那個開門的時間 他就在那邊看 懂不懂 現在就是說變成就是說 我們無時無時刻不再看 然後也有可能在工作的時候再看 那 甚至於說 你在等紅綠燈的時候都在看 你知道嗎 就是已經完全 完全就是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 因為太好用了 在座有沒有人用 在用那個 像亞洲比較用的那個Line 有沒有在用 用 Line現在也在用 我女兒幫我灌了以後 我不會用 後來 過了幾個月以後 我覺得真的是好用 把自己這樣子拚命看 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把手機 不當做那個電話了 你生活上面的任何事情 都在你的這個縫上面 所以說它是一個新的低頭毒眼症 那 我們就用我們就醫人數的來統計 就是說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病人的那個統計 就是說 有電視有那個PC的時候呢 我們的病人數是有增加 是有增加 就是這個電 那個電腦視覺症候群有增加 但是呢 有在這個FORM跟PAD這一塊 病人是差不多 可是呢 從去年開始 Smartphone開始 那個那個那個流行 大流行以後呢 哇 那病人又 又 又上升了 你可以看到 那CBS的時候 大家都在成立在網咖 這個一個叫 名字 名字叫網咖乘引證 那你現在低頭眼症的話 也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手機乘引證 叫做Fone Addiction 像是美國 英國的名字 Fone Addiction 就是已經有addiction 就像吃藥會addiction 一樣 這是你知道嗎 好 比安的那個Life of Pi 那 聽說香港他們 那個 上海也叫做 那個Life of Pi 上海去的也會叫Life of Pi 因為上海好像是聽說 那個江上面有很多的死豬 所以他們想說 那個 很多豬在那邊遊來遊去 不是遊來遊去 就是趴來跳去 那個Life of Pi 那我們也有Life of Ai 我們一個眼睛的一個Life 很好玩喔 你注意看 它是一個我們身體裡面 二十個器官裡面 最早成熟的器官 眼睛是 你身體所有器官裡面 最早成熟 你到六歲的時候 視力就可以到1.0 你說真的嗎 是最早成熟的嗎 一定是最早成熟的 因為 你要躲那個恐龍 躲那個老虎獅子 你要眼睛看得到 你懂嗎 所以這眼睛是最早成熟的器官 然後他又要學東西 所以眼睛是最早成熟 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 其他的系統的話 都會比眼睛慢 但是很奇怪喔 眼睛是最早成熟 但是眼睛是最快退化的器官 我們現在怎麼樣 我們現在都把眼鏡 當做一個修飾品 其實 你應該就看你的眼鏡是說 你的眼鏡代表就是說 你的眼鏡是一個衰老的眼鏡 你才會需要外面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尤其你看40歲以後 誰也不用老花鏡 對不對 每個人都需要老花鏡 對不對 所以說眼睛是一個最快退化的器官 往往在6歲以前就開始戴眼鏡 那光線真的對你有傷害嗎 這個我本來是個video啦 可是我沒有連接上 那個 大家有沒有說到海邊 你去 我小學的時候 我做過這種蠢事 就是說我跟我的同學 就跑到海邊去看太陽 然後我們兩個就比賽 看誰看太陽看得久 看誰比較棒 我們就太陽日出的時候 太陽出來 我們就兩個一直拚命比 就發現到怎麼樣 太陽看一看以後呢 當我轉過來 我不看太陽的時候呢 眼睛前面就一團黑的 一團黑的 你根本根本根本看不到 整個黑的 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沒有錯 是過了幾秒鐘就好了 過了幾秒鐘就好了 那是因為你的抵抗力強 可是你如果每天這樣子弄的話 這樣子真的是 也有一天也是不會好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了解 其實就是說 你在看太陽的時候 你眼睛前面那一塊黑 就是你的黃斑布的大小 對不對 你的黃斑布多大 你的黑的那一塊就是多大 你的黃斑布的那一塊 你的葉黃素已經被太陽的藍光 怎麼樣 給燒掉 燒到沒有了 燒到沒有以後 它後來還會再製造 然後再恢復 可是你如果說 慢性的這樣子做的話 那過來就是 狀況就很糟糕了 好啦 那我請教一下各位 大家有用這個 用這個 pad的話 有用phone的話 那我請教各位 你的手電筒跟 跟你的pad跟你的phone有一樣嗎 有沒有一樣 我現在問他這個問題 你會覺得一樣嗎 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我一樣 那你會覺得說 你這個手電筒應該光比較強 對不對 對不對 手電筒光比較強 你的pad 你的phone 應該不怕休息 光 手電筒跟面膜當然是不一樣 那 可是你也知道說網路 網路資訊呢 現在其實我們說 停電或者關燈的時候 可以用smartphone來代替手電筒 這個大家知道 網路上有這個消息 那 那叫app 對 他有個app上去 特別亮 不用 你不用app 像我現在上廁所的話 我半夜起來 上廁所 我就把手機打開來 就照著就可以去上廁所 和菜單 就可以去上廁所 那用的最極致的呢 就是台灣不是最近有一個叫做 小秋事件 紅重秋事件 大家知道嗎 搞了兩個國防部長下台的那個事件 他們後來叫做白山軍 白山軍到總統府前面去抗爭以後 那時候他們是同意說 晚上10點就 就凱達戈蘭大道全部都關門了 就說他們只能夠到10點 就他們到10點以後 他們就做什麼事 你去看那個 你到Google去找 每個人都把這個拿起來 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照著天空 我第二天就一直在等說 有沒有哪個病人來找我 他們還好 他們照天空沒有護照 他們照起來以後你看那個 那個很壯觀耶 整個凱達戈蘭大道上面 就像一個十字架 十字路口一樣 一個十字架 那個整個都是亮 非常亮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好像這個手機好像是真的 是跟手電筒有一點像 可是你用能量來 你用能量的照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 電視是多少 100到160燭光 電腦是120 手機只有60 手電筒有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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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燈的話增加一半 那手電筒五百燭光 它是手機的八倍 八倍 但是它以強對焦 它有強對焦 它會再增加20倍 所以說 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這個比這個低很多 就是說你的手機 其實比手電筒低很多 那可是為什麼你會一直在強調手電筒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手電筒 其實跟手機有一點類似 因為你注意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話就是說 你在照光的時候 你拿手電筒是不是照出去 對不對 你的四軸是看這裡 那你的光線是照這裡 所以說怎麼樣 它沒有照到你的眼睛 那你的那個的話是這樣 剛好跟它兩個剛好是相對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是不是比這個要傷害 我想這樣講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你手電筒你沒有直視它 那事實上面不知不覺之中 你的照度能量會直逼手電筒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面對面直視 第二個 圖像吸引 手電筒 你可以去看手電筒 有趣嗎 沒有趣 對不對 你看你的手機的話 是不是很有趣 對不對 你的手機很有趣 對不對 你跟誰LINE 你跟誰 什麼Facebook 怎麼樣的 像我昨天 因為我每次都來台灣才有時間看Facebook 我昨天又時差 整個晚上在那邊翻Facebook 那 除了這個圖像吸引以外 你的時間太長了 尤其睡前關燈 那 那 其實就是說 你去看手機 跟看Pad 我覺得我最反對的 就是說你去看電影 你知道嗎 你去Download什麼東西 然後去看電影 那是最傷的 你看兩個鐘頭 哇 那很傷 那 現在給大家做一個實驗 給大家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你如果睡前關燈 睡前關燈以後 你看你的手機 你會發生兩件事情 那這是我自己做的實驗 那大家不要去做 不過其實大家都在做 都在做 就是說你關燈以後 好 你就看手機30分鐘 你看你的手機30分鐘 30分鐘完了以後 你在 你就把手機關掉 你把手機關掉 那時候 你會看到眼睛前面 還是有個亮亮 就是跟手機一樣 或者面板 你的面板 就是說你看面板 關燈以後看30分鐘 看30分鐘以後呢 你去把面板關掉 關掉以後呢 大家這個事情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 因為你通常都已經看到很累了 然後你就睡覺了 可是你會睡不著 你會睡不著 你今天回去仔細想想看 你哪幾天睡不著的時候 你是不是那幾天 睡前有弄面板 有弄手機 你想想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那時候有一塊亮亮的東西在那裡 那是不是真的有亮亮的東西在那裡 沒有 那個叫做after image 那叫視覺佔流 就是說你本來就是看 你關燈就是看那面板 就亮亮的 看亮亮的以後呢 你把面板關燈以後呢 你覺得大腦還在製造那個視覺佔流 那個亮亮的那一塊 還在印在你的大腦裡面 它就會影響你的睡眠 那另外的話 如果當時你把燈打開 這才可怕的地方 就是說你把燈關掉 你看你的手機看30分鐘以後呢 你把你的燈打開 前面會不會亮亮的 不會 就會變成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你到海邊看太陽 你是黑的 對不對 欸你說這樣好像你這樣講 有的矛盾 不是 一點都不矛盾 就是說你你是 你把面板關掉的時候 把手機關掉的時候 你眼睛前面看到一個亮亮 是沒有影響 是你的視覺佔流 你的大腦自己製造的 啊 實際是怎麼樣 實際是你把它開燈以後怎麼樣 欸 你沒有造成影響 你那一塊是一個長形的一個 一個亮亮的東西 是怎麼樣呢 你開燈以後會變這樣子 會變這樣子 你把燈打開以後 正常的你不看手機的話 開燈是這個樣子 你光傷害以後怎麼樣 你開燈以後會變這個樣子 就是一塊黑的 那這個事情你不會去做 因為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都睡著了對不對 但是我只是remind大家 有這個東西在 那什麼人最喜歡關燈 看手機 學生 什麼 學生 現在的中學高中 他們都不能夠看手機 他們不能帶手機到學校 那所以說怎麼樣呢 他們都是下課後才能夠看手機 那下課後回家呢 媽媽爸爸會叫大家寫功課 他又不能看 不能看以後怎麼樣呢 他就一直等著等著等到 等到這個十一二點的時候 才能看 才能看的時候 爸爸媽媽一樣說 關燈 睡覺 那邊他只好就關燈睡覺 那他那時候剛好就是關燈睡覺 開始看手機 各位 下次你跟你的小孩子講說 關燈睡覺的時候 你只要去看那個門縫就知道 很亮 你知道嗎 他有在看手機的話 你絕對會發現 很亮 那個從門縫出來的光線來亮 對 尤其是蓋棉被裡面 對 他躲在棉被裡面 像我昨天我太太就躲在棉被裡面看 我應該講說 睡覺了 睡覺了 他就不睡了 躲在裡面 我說奇怪 怎麼搞的 旁邊還有聲音 現在大家都這樣子 也怕影響 對 夫妻之間也怕互相影響 他就躲在棉被裡面 棉被裡面應該很糟糕 棉被整個蓋起來的話 那個光線射不出去 你懂得 就像那個燈籠一樣 燈籠 我折門裡面一個小蠟燭 整個燈籠就很亮 對不對 你躲在棉被裡面的話 哇 那個燈完全散射不掉 那個亮度都在裡面 哇 那個是身體很傷 所以兩大的激轉就是說 一個的話就是說 你會讓他開燈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成像 但是呢 關燈的時候 他有視覺佔留 那大腦能有感光區域的一個成像 好 那 現代人呢 會有一些 常見的光汙染的眼睛 這個叫流行性肝炎症 一個是假性近視成人化 反而可以這樣提早報道 老花眼年輕化 視網膜上膜形成 自化性活膜 這個的話 每一個topic大概都可以講一個鐘頭 那你可以看到 我弄一個名字叫流行性 什麼叫流行性肝炎症 有聽過這個名詞 流行性肝炎症 沒有 這個新的名詞 為什麼叫流行性肝炎症 就是大家流行用手機 就造成大家都有肝炎症 你看看 他這個肝炎症多厲害有沒有 這個是黑眼珠 我們去給他做螢光染色 有沒有看到 這個角膜炎 這個角膜炎 一點一點一點染色就長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有肝炎症 那為什麼會有肝炎症 你去看手機的時候 各位 你去看手機的時候 要注意 你捨不得眨眼睛 你知道嗎 尤其那個什麼 現在有玩那個小什麼 什麼叫做這個什麼 什麼蘇哥阿嘎 還是什麼東西的 修哥快 哈哈 水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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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好快喔 那個好快 你根本就捨不得眨 你沒有眨眼睛 你就是肝炎症 你眼睛就是不眨 因為你一眨你就輸了 對不對 你就不眨 這樣就不是說看誰比較厲害 你知道 就是看誰沒有眨眼睛 你知道嗎 沒有眨眼睛的這個人就贏了 好 好 那 剛剛那個是有幾個 比較新的病 都是很好玩的病 那 我最後我跟大家講 就是現在台灣的 有四個 藍光的新話題 其實最近又出現了一個 就是 就是 上站的禮拜 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看面板 看看看到這邊眼球怎麼樣 眼球化湯 你知道嗎 眼球就是拖窗 拖窗就是鬥雞 抬上來之後 講給眼睛就還是鬥雞 那現在就是說有四個新的話題 第一個叫做 視網磨上磨形成 大家知道什麼叫視網磨上磨 視網磨上磨 很好玩喔 不好玩啦 就是說得這個病的話 很不好玩 就是 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新的病 就是說 你在黃斑布上面呢 因為光線造久了以後呢 它有這個造成水腫 水腫以後呢 它水乾掉以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硬的東西 硬的東西呢 就黏在黃斑布上面 那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黃斑布的上磨 長成一個磨 那也就是相當於就是說 用俗話說就是 黃斑布蓋被子 蓋了一個被子 就卡在黃斑布上面 那黃斑布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黃斑布就是瞳孔進來的光線 照的地方 那你那沒辦法 卡一個被子的話就很糟糕了 以前我們看到這種病人 大概都視力壞到剩0.2 那來醫院就準備開刀 開刀的話 用顯微鏡下去把那個膜 用顯微鏡下的那個 micro forceps把它磨拿掉 那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在台北看病人 很多來的病人都是視力1.0 都是視力1.0 而且很多都是在 都是上班族3、40歲 那以前大概都是70歲以上 才會產生這個 所以現在就變30、40歲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光線就一直照照照照 照到最後面就是 就是它就是水腫 水腫就是黃斑布水腫 然後它就是一個模樣子 這叫上門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孕婦眼淚出血 你說這個孕婦眼淚出血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有 我有一次看門診 一次的門診看到四個孕婦 來眼睛黃斑布出血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覺得那也有點奇怪 看第一個還沒覺得怎樣 看第二個第三個 那怎麼今天晚上來了四個 後來才去查 就發現到怎麼樣 他的孕婦呢 度數深 眼睛的近視度數深 800度 那結果呢 就是到了懷孕第三期 這個老公就說 你不要工作了啦 在家裡休息啦 然後他在家裡的沒事 就是滑手機啊 看面板啊 看電視啊 就看到這個 啪 哇 眼淚出血 那你說眼淚出血 現在不是可以治療嗎 他 抱歉 孕婦我們不敢動 對不對 你就算再怎麼先進的藥 那個藥 他都 人體實驗都排除 孕婦跟小於六歲的小孩 所以 沒有一個醫生敢動 我們就只能安慰他 叫他說 好好把小孩子生下來 那我看到最嚴重的 還有一次有一個孕婦呢 他的Due Day是禮拜一 結果呢 他到禮拜三還沒生 已經Overdue 到第三天了 結果呢 那一天早上起來 已經 想看什麼 看不到什麼 他就跑到醫院看 我說你這個出血 那出血怎麼辦 那我說 我說 我從來不幫病人開這個 就是剖婦產的同意書 我說那是婦產科醫生的事 我從來不開 但是你另外 我說 你如果要我寫說 一定要 剖婦產 我說我會開給你 去用剖婦 因為 台灣的話就是要有 有醫生的證明 才能夠有健保給付 就是說這個醫生說他一定要 要這樣子做 那好 他就用健保給付 要不然剖婦產是自費的 那後來他還是熬過去 就還是把小孩子 就自然產還是生下來 這也是一個例子 那各位 眼睛有沒有骨質流失 眼睛有沒有骨質流失 對 對 眼睛不會骨質流失 但是現在有個習慣 那叫做葉黃素流失 眼睛沒有骨頭 他沒有骨質流失 但是眼睛會葉黃素流失 什麼人最容易葉黃素流失 第一個 就是說 你的葉黃素一定要從血液裡面來 什麼人的血液比較不容易 這個流通吸收比較差 當然第一個是年紀大的人 第二個的話就是近視度數生的人 第三個的話就是有其他 身體高血壓糖尿病這些的人 都容易怎麼樣 你的眼睛的葉黃素會比較少 就在葉黃素低下 葉黃素低下就是眼睛的骨質 那你葉黃素低下的話 你的黃斑部能不能抵抗難過 就不行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跟他講的 高中生半夜滑手機 已經就下掉了 那視網膜上膜的話 我們稱它就是黃斑部蓋背 你看 你看 正常黃斑部在這裡 你看 你看 光線一直射射射射到這邊 你又不去注意 哇 有沒有看到 好像一坨好像鼻涕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的話就會擋到你的黃斑部 那 你黃斑部看東西 你正中間二十度都是靠它在看 結果呢 沒辦法看 擋到前面就好像蓋了被子上面 那這個要手術很麻煩 那為什麼現在人都會這樣 因為它三高 三高 也是一樣 你會覺得說三高跟眼睛有關嗎 有耶 現在覺得越來越有關 因為呢 你三高的話你的血力功能不好 到了眼睛的那個血流 它就 血流就比較差 吸收比較差 你的月黃數低 那 那就糟糕了 你又要 喜歡看手機 那就糟糕了 眼淚出血 你看 這是眼 眼淚出血 有沒有 它這是OK的 眼淚出血 有沒有看到 眼睛出血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出血 眼睛的血沒有很多 但是 因為這一塊 剛好看到你眼睛正中間的二十度 所以你這樣一出血就糟糕了 好 那直接流失 葉黃素低下 你看看 正常的葉黃素是這個樣子 你看 它這個沒有葉黃素的 就是連中流失 它就是這個樣子的形狀 那 滑手機 機瞎掉 你看看 血很少 你看看 但是它是正黃斑 它在正黃斑上面 還能出血 那我們後來給它做治療 它是很少的 欸 勢力呢 從 本來從1.0 退到0.3 那後來呢 從0.3又進到0.8 但是你們能看到怎麼樣 它這個旁邊有一個小塊的結巴 你看 好啦 那這個我想 最後就是大家都會問這個問題 那我就把它做一個slide 這最後就這樣 那就是說 你看一個手機 好啦 手機射進來 然後呢 它這個到這個 到這個水晶體 然後呢 在水晶體藍光吸收以後呢 再到這個黃斑 那你必須要有內服外用 那什麼叫內服外用呢 外用的話就是 你說水晶體它吸收藍光變白內障啊 那就讓它來變白內障好了 不對 你應該是這樣 在外面 讓老天爺 要你做的這個功能呢 把它減輕負擔 這樣這個 有所謂的防藍光眼鏡 還有呢 現在一般的 現在他們在研發的 有這種防藍光面板 那防藍光眼鏡呢 就是我的這個眼鏡 我的這個眼鏡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像有一點 稍微有一點黃黃的 有沒有 我平常在門診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 欸 你葉黃素不夠 沒關係 你把葉黃素呢 裝在這個眼鏡上面 把它蓋起來 再講 我帶久了 我覺得還 感覺上還不錯 英文是怎麼講 黃黃光眼鏡 英文 你把眼鏡店裡面去 怎麼要求他們來 那內服的話 就是 就是第一個就是葉黃素 葉黃素的話 你吃下去以後呢 會到哪裡呢 主要80% 會到黃斑部 20%呢 會到你的水晶體 那為什麼水晶體 後來會變得有點 稍微有點黃色 就是它裡面有含葉黃素 那所以說你吃一點黃素 你就是到這兩個地方 那另外的話 還要吃一個什麼 Omega-3 我跟他講過 Omega-3 Omega-3就是什麼 就是DHA跟EPA 那 有人問我說 那你那個 Omega-3只有三個成分 一個是DHA 一個是EPA 這是魚油裡面的成分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ALA ALA的話就是亞麻人油 亞麻人油 也就是說 Omega-3有植物性的 有動物性的 植物性的 Omega-3就是ALA 就是亞麻人油 動物性的Omega-3就是DHA跟EPA 那DHA去哪裡呢 DHA Omega動物性的DHA呢 就會到這個黃斑鋪這個四網膜上面 那EPA的話就會到這個脈絡膜裡面 就是紅色的脈絡膜裡面 那 可是現在就是說很討厭啦 就是說 有的人吃素 所以說你這個 吃亞麻人油 也就是ALA 補好我 現在很多的study都說 補好 就是說ALA 對黃斑補好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它這個就是 它這個體內的 這個enzyme 酵素的這個轉換 ALA 可以轉換成EPA 可以轉換成DHA 可是很少 量不夠 所以我其實我現在已經有兩個 兩個泥菇 兩位泥菇呢 他現在開始吃魚油 就是尼姑胎應該是吃素 不能殺生 因為他接受我跟他的講法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 你吃亞麻人油 轉換的比例不高 所以我就說 你現在應該把魚油 當作醫生跟你講的藥 你要釋懷 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這是醫生說的藥 那沒有辦法取代 所以說是吃藥 不是在殺生 所以現在我現在目前已經有兩位 這也是最後一張 但是在這邊開機指揮 最後一張 秀給他們 就是說 台灣最近有一個叫什麼 你好 叫做 團團圓圓 這是圓圓 圓圓的小baby 叫做圓仔 那現在我在弄這個slide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命完 不過現在已經命完了 那就是說那時候命餘的話 有什麼湯圓 有命餘的湯圓粉圓肉圓 一樣其實也是湯圓的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兩岸都是一家人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中國人 不管看到什麼珍奇野獸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 好不好吃 沒錯 就是這句話 就是能不能吃 好 這是我的所有slide的分別 謝謝你們 謝謝各位